超迷哨女喝的就是要耍帥 工地調酒如何儒獲少女心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我們這一集超認真實驗室 特別起來為重量級的嘉賓 我們的工地教授林立芯老師 對 我從我第一天開始工作的時候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好像你為了融入大家 第一天其實就開始喝到了 阿比亞跟ボレダン 告訴我說這個叫生命之水 麗琴老師他基本上是一個 工地上的監察官 公器鼓掌 監工啊 我們監工就是要去管你們有沒有喝酒的 對 所以今天就是 警察跟交通的概念 我告訴你我從第一天當監工開始 我就在抓公主們喝酒 所有食譜都會帶著酒進來 所以他們會有各種等級的 最笨的那一種就是 任何的ボレダ 威斯比 你從冰桶裡面拿出來 只要泡水兩個小時 他標籤就會戳一下就掉下來 那就拿著蚵光啊 然後拿著報紙包起來 那有一些福利社會直接包好 這樣一組給你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最最笨的那一組 就是直接ボレダン 然後加上兩個那個白色的塑膠杯 然後開始這樣子套 那還有Level以上的嗎 有 我來一個一個告訴你 第一種Level 就是這種保溫品 它會倒在裡面 然後看著你喝 主任喔 今天我冠進度喔 晚上我會很討厭喔 啊 稍等你會去哪裡 去A棟還是B棟 然後他們邊喝 眼就越來越紅 然後他就有點笑 對 就是你笑 笑得你有點堵啦 第二種Level 喝過大家都有嘛 如果是清晰或茶的磨手 那要更厚 小蜜蜂叫外送啊 然後調好之後 拿到那個手牙杯飲料店 叫店員重新瘋了 然後拿著飲料杯這樣看著你喝 主任喔 今天 阿里 我需要三樓開始做喔 阿里 有要看什麼嗎 我人家來的時候 讓我收一下喔 那你會從它吸管的顏色 看到各種顏色 我很懷疑 為什麼會有人手要被 人家被裡面拿 吸出了蛋糊破色的東西 Level 3 它會放在冰霸杯裡面 然後有的時候 你看著它喝的時候 它會拿這個丟在裡面 這超屌 端起來 對著你喝 喔 有夠熱的 超多啦 自己真的 所以你要來一下嗎 還要挑戰你 知道你不想喝它喝過的口水 所以要挑戰你一下 我告訴你多誇張 就是像這種的 它會拿一個透明的 透明醉啊 對 裡面是高粱 然後喝到整個瘋掉 然後全部人都喝得很爽 然後可是這個時候 你抓它 罵它之後 隔天 你讓它說 欸 拜託一下 後天要點銷 你幫我趕這個東西 它會說 你拿一手來 你拿一手來 一手 你拿一組來 用一手換加班費的看 換一手 不用加班費 我就是要你跟我一起喝 我幫你趕工給業主交代 就是你要和我一起喝 那你們要抓嗎 它就是 真的有些人 他要享受一下 我在工地和人家很好 到了可以叫監工他那一起喝 那最糟糕的是 他們最後還會放在這種瓶子上面 而且還有那種 露天拍賣買的養肝茶 貼上去就一個養肝 或者是什麼 陳家的陳啊 菜家的菜啦 那貼一個字這樣 你會不知道他在喝什麼 哇哥 你這麼會講你會講嗎 會啊 真的會 會啊 酒來就會嗎 來啊 來就來 除了送酒來之外 裡面各種配方 我們今天還加重了大家 一個調酒配方 今天今天是第二集 都以為是要拿馬鈴鐵調酒 然後想說 幹那每天都是這麼夠熟 你拿到我去看酒 老麗打跟威智比 通常有不同樣Style的人 對 不同的人才會有不同的 想知道自己去看書 書上有寫 那我們今天呢 要開始要用什麼樣的調法 你先調一個就是 你自己覺得最頂點款的好了 然後我也來調一個 我自己覺得最頂點款的 我一開始第一天去工地的好了 一定是維大力 維大力跟維他魯P 其實我覺得 大力P的組合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大力P就是他們有一群人認為說 那個有維他命 所以喝這個配飲品比較好 對 那聽說這維他命的含量其實非常的低 可是有心理上的作用 倒啤酒跟倒汽水飲料 它很重要 前面要先倒出氣泡來 再用45度 它都喝起來口感不一樣 但我覺得還在喝來 我們工地專業都是先裝這個 才裝氣水 先裝藥酒在底 然後看大家有多少 我個人比較 比較沒有酒精味這麼重 所以就1比1比1的概念 然後我們監工都會在旁邊看 他們如果真的要喝 然後 你看這個生命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 你不准超過我的手指吼 我個人比較 比較沒有酒精味這麼重 我個人比較 比較沒有酒精味這麼重 來 淡虎潑色 敬大家 請看看這個顏色是不是我說的淡虎潑色的飲料 對不對 就會出現在寶色瓶裡面 其實還蠻有青春的回憶味的 那因為它是中藥酒 所以它非常的協議運行的速度非常快 你會感覺 喔馬上感覺 你還就會有力氣了 工地博士今天我們要為大家挑的是 沙斯比亞 沙斯比亞你這麼快就用出來了 其實我們在工地來喝的時候有沒有 一般來說就是夏天都是汽水 冬天都是奶類或者是直接加酒 這是一般來說大眾口味最多的 奶稍微比沙斯再多一點 然後威士比再多一點 就三個大小的杯子這樣子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快樂 喔這個層次更多了一點 這絕對你是夜店那種奇怪的酒回下去的感覺對不對 等一下我要再複雜 就是你的嘴重什麼都沒留下 非常順吧 它只留下了一種 沙斯比亞的惆悵感 威士比調那個蠻牛比較好喝 然後保利達是家瑋他入品比較好喝 其實是這樣 就是威士比推出的不含酒精 威士比就是白馬馬利哈 然後保利達B推出不含酒精的 你那就是蠻牛 他們是同一家公司的 蠻牛是保利達的啊 你沒有發現保利達蠻牛嗎 對餒 你又要做超級神飲料 然後最近這個是在台灣很流行的魔爪 我個人還蠻愛喝的 我覺得太貴了 它聽起來太狗笨了 它其實我在黑綠賓買的時候非常便宜 我不知道為什麼到台灣會這麼貴 因為酒喝多的會幫忙 所以 這個比例大概就是一個 以提升為主 酒精為福 然後帶點年輕人跟現代 傳統老味跟現代年輕人的充滿感 我們調的顏色越來越紅色 我們會不會拍到半個小時 然後兩個老感覺 是不是更有刺激感 可是我覺得這種 這一個口味只要你加了蠻牛之後有沒有 都會有一種好像在喝那個 很當的藥酒的Fu 但是我覺得抓 加了魔爪之後 它後面就會有一個笑點檔的氣味 它最後反而回衝回來大家可以挑玩看 真的就是 加了魔爪之後你會 彈射出一個咖啡香 以堅公的立場吧 我們會希望它們不要喝 所以我們會加一些 根本就是 削減它威力的東西 削減威力 對 就是你們加上無糖的綠茶 然後加上 直接加他們的藥酒 來 這有一個素咖啡 這我不行 我不能接受嗎 這我不行 這我不行 這不行 這不行 可以嗎 這可以耶 真的 反正 以柏朗來說我們在一般飲料店有兩種飲料 特別容易取得 一個是偉恩黑罐 一個是柏朗咖啡 那偉恩他們說CP值最高 可是有人喝了這個配方會心急 這裝上去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真的很像咖啡 所以很難抓 這是我們物理監工業有沒有常常遇到的東西 就是 它在喝咖啡啊 那就是咖啡啊 這不錯 1比1 1比1 大家看我現在這個狀況就知道 千萬不要找我喝酒 你臉超喔 我不能喝酒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怎麼喝酒 在那邊拍酒的影 對啊 那麼奇妙 我們是不是喝太多要喝點咖啡提升 對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先喝一半杯咖啡 另外一半再拿一條 再來比看看 工地潮流 我們煮咖啡 比較秋一點 今天買咖啡磨好之後 來在這裡面裝三分之二 湯汁的玻璃杯 就繼續 放進去 把水倒進來 它這東西電池大多一集公有 但是基本上它的電池就是 一杯咖啡一可便 但它好處就是你電鑽鑽鑽 然後之後就來吃咖啡 今天我們用的豆子呢 一索比亞水洗豆 剛煮來的咖啡有點熱 我們今天加上 不鏽鋼拼塊 我發現我裝得有點癡緩 來咖啡 我們再來1比1的玻璃蛋 這是你的王牌 你看這個顏色跟剛剛那個城市顏色 就完全不一樣了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覺得他們不會喜歡 完全罪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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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罪惡 完全罪惡 最低1分 如果拿這把Mini吸了 怎麼會 你到底是不是 到底懂不懂啊 他完全在手抖 我覺得他已經開始腦羞了 這只是一堂遊戲 不行這次來比賽就是戰爭 隨便喝杯 大家好 我突然覺得他倒出來的顏色不太對勁 我不要害你喔 我先一點 你先試一下 我再考慮要不要給他喝 我覺得也不行 我自己覺得不行 這怎麼跟我想說 記憶的味道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好好挽回 男人的顏面 就是 調酒 女生不喜歡喝是沒有用的 對 我們調再離開 大家覺得再好喝 女生不喜歡喝 沒有用 於是我們決定 今天來挑戰 這個時候我就要拿出很厲害的東西 你剛剛已經拿出很厲害的 木田咖啡機 很厲害的木田咖啡機 很適合煮咖啡 不適合拿很挑RB 它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調整器 然後這調整器 可以讓你調整 我這酒要醒20分鐘 30分鐘 一個小時 男人中路 哇 沒關係 一點點 這個就是一般在 比如說 全聯啊 Seven啊 都買到的 300塊的酒 我們現在倒一杯 你先喝看看 馬上再加一個B 是不是 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它比較 口感要更細一點 然後到嘴巴的味道會流得比較久 那個泡泡在裡面 廠商可以找他戴眼 我每次我連去喝喜酒 然後我帶這個去 變成萬眾矚目 就是大家歡迎超愛 它的香味也不一樣 那你要不要來喝看看 就是醒酒一個小時後 酷 這個有多少錢 這厲害 這個送 當作騙醜 欸 為什麼醒酒一個小時 把它不射 有 所以於是我決定 用它來過保麗打 我們用醒酒器來 寫保麗打和WCB 這個說不定 看我跟妳講 以後工地流行起來 變比較順 酒味比較慢出來 我覺得就用這個 而且這個它的酒精味 比較沒有這麼的強烈 對一開始沒有那麼重 就不會讓 我們剛剛的美少女們受不了 但是我美少女裡面 有個怪卡 所以我覺得 你先嗎 你先我先 真男人就算連怪卡都征服 對真男人 真正的男人 那我們現在用鮮奶來調一杯 因為我覺得 剛剛他們已經被 各種恐怖口味嚇到 我們就用鮮奶來重訪容藥 大家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粉紅色液體 夢幻美少女 夢幻泡泡 來 來各位少女們 我覺得這個完全可以 我覺得他們可以 我覺得我對你這個有自信 我覺得他們可以接受 真的 按照我覺得剛剛少女的比例 應該是 藥酒稍微比 1比1再少一點點 大概 1比 一點吧 有Shake的成績 Shake Shake Shake一下 82%的感 82 這樣子 來這個時候我跟你講秘密武器來 蜂蜜來 一個男人中的男人 怎麼不能身上有帶蜂蜜 開始挑蜂蜜 你有沒有先 先撕開 這樣 你誰 挑點少女喝的就是要耍帥 對挑點少女喝的就是要耍帥 這帥啊 帥很重要 這上來是我們這個頻道的宗旨 來啊 Jeris算吧 我覺得我們從剛剛到現在 就是完全沒有 就是打動所有少女心 但是不管今天有沒有打動少女心 我覺得至少 我們兩個要在這邊輸贏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各自 調出最厲害的飲品 然後我們就請他們來評分 那我要再加一下 剛剛這個是鮮奶 加上我們的威士比對不對 那我要再加一個東西 這是大家都有的 你是看我加蜂蜜之後 想說覺得 對啊我覺得加了蜂蜜 那帥度我沒辦法贏 但是我至少好喝度要贏嘛 鮮奶加酒加可樂1比1 欸這顏色有點怪了 我覺得不行 沒有關係 你要幫他取名字嗎 唉 我們講可口比奶之類的 可是我怎麼覺得 這種怎麼提都已經 我們已經剛剛喝太多酒 現在智力這樣子低 對我們現在有點 你看他反應開始有點呆滋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已經喝掉差不多一罐了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是一個棒棒在喝一汁的 我現在看都覺得變帥了 真的嗎 開始聊妹了 你不要聊錯人了 我們就要 我就要喝比奶好了 那我剛剛是 什麼 沒比酒 沒比 沒比奶 酒就是奶 沒比奶 欸好像沒比奶還可以喔 沒比奶好 喝完之後請講評 然後講評之後 舉出你覺得勝利的那一方 你幹嘛這麼無力 我可以講話嗎 我先來這個 沒比奶 沒比奶 我現在墨鏡我看一下 這感覺裡面有果粒的感覺 你屁你給我看得出來的果粒 可以嗎 沒有疑慮 這個 我覺得先攻後攻有差 好嗎 因為先攻的那個味道 它一定會影響到後面的口感 喔不行啊 地獄還有地獄 趕快有水 你的裁定是 沒有這個贏這個贏 慘悍 這完全就是一個中藥湯 怎麼辦 來啊 你應該是飲了 你還搖了然後弄了很多東西 我再喝一次 中藥湯 就是喝了會瘋熊 真的啊 25歲以前都我笑 請選擇 我會選擇他 為什麼 因為你是老闆 幹 這個跳槍 謝謝大家 哇 還用行動證明了哪個他可以喝完 不用說了 等一下我真的想要喝一下架 就到底什麼樣子 對嗎 真的比我好喝 我覺得今天我們用自己的失敗 然後讓告訴了大家少女星 到底喜歡什麼樣的阿咪條法 所以各位影家弟們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爬妹妹的話 請用林老師的 林老師的調換 恭喜林老師阿老星的勝利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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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今天這可以幹嘛 就是獲得我的簽名 在你的書上 好 很好 我好開心喔 獲得我的簽名 但是我想說也同時應該是你簽 然後我們這一本就 送給觀眾 好 來 然後我們會再當 欸我畫一個remise好了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臉書上面 去看活動辦法 那我們就會獲得林立琴老師 然後加上 被強迫簽上超人燈少年簽名的一本書 最後跟大家奉勸一件事 喝酒千萬不要開車 也不要騎車 那請就叫 也不要工作 也不要工作 兼工會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燈少年 謝謝大家 大家再見 拜託 各位台中人阿 你有沒有去過中校屋 喝過那個功夫阿伯 紅豆藝人 飲料 因為功夫阿伯開酒品 然後大家怎麼買 在哪裡阿 這找誰 袋子阿 還是被剛才那個嚇到 袋子阿 袋子阿 這裡這裡這裡 你已經滿了 你是不是剛剛那一層紙沒有吃掉 沒有啦 欸 你用了 你用了 不用了 啦 啦啦